今年已91岁高龄的志愿军女战士沈正林和老板王千祥的婚礼注定是不平凡的 他们的婚礼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朴素的朝鲜民居中举行的 在沈阳一部队的干修所内 沈正林回忆当年那场婚礼仍然充满了幸福 没有隆重的仪式 没有漂亮的礼服 甚至没有襄阳的信物 两人在1951年的7月举行了一场只有承诺的战地婚礼 结婚的时候呢 这时候是在部队在修的的时候了 团里的组织 关心和安排 借印了一个朝鲜老百姓的民运的房间 非常非常简朴的一个破旧的土房 在这个房间里面就印了一个破旧的门板 两条破旧的板凳 当分床 沈正林是1951年初第二批到达朝鲜的 时任350团政治处组织干事 在朝鲜战场上 沈正林几次涉嫌差点丢了性命 也是在那他和丈夫相识相知 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当时战场上炮火连天 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对方能平安的活着 沈正林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既经历了弹片纷飞 即便2004年王千祥去世了 沈正林依旧时时念叨着两人曾经的过往 他告诉记者 两人的关系不仅仅是夫妻是知己 更是有着无比善后的战友之情